這次我們一個比較緊急的影片 這必須跟各位講一下 上一次我有幫一位網友做電路維修 然後這禮拜我自己在做使用的時候 發現到,誒!奇怪了! 這保險是全部都燒斷了 我覺得很奇怪,難道是我的電路是壞掉了嗎? 結果我有去照我自己的電路去量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電路都是沒有問題的 於是我就把整個東西拆開來看 而且這個短路是時好時壞 我發現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底蓋這邊有一個位置 有沒有發現這邊長得非常奇怪 很像是燒,這很像燒死的這個點 跟 對面這邊也有一個燒死這個點 好,這兩個點呢 我們去做一個量曲的動作 這個點 跟 這個點 你看 導通了 導通 好,那兩個點是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那兩個點剛好發生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個 熱縮套管這邊已經破皮了 這邊熱縮套管已經破皮了 然後 這邊也有一個破皮了 所以那剛好是怎樣? 我們這樣子把它組合上來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這樣插上去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破皮 剛好對到旁邊這一個 旁邊這個破皮 剛好對到旁邊這邊破皮 所以當我 電子板機 激發的時候 會變成說我這邊的電 有沒有這邊的電流會流過去 然後結果 結果在這邊 短路了 然後明明應該是要去我的馬達應該選擇沒有 不是 就變成這兩條正負的電源線短路 然後我的 保險絲 這些保險絲就全部燒光光了 有如果有點時間好這邊檢查一下 看這邊是不是會有 破皮的線加 那如果破皮的話我們就要做那個 更換熱縮套管 用熱縮套管把這邊的皮 我們要把它剪下 做一個更換 重新熱縮 重新包覆 那這個就是 這禮拜 一個緊急的影片 謝謝